的确每次逛夜市小吃的时候呢 总觉得说每样都好想来尝尝看 但吃了之后还得要长时间跑步 才能够甩掉高热量 那么不吃呢好像又忍不住啊 那么惊人呢这个热量 其实看在营养师的眼里呢 只要见招拆招还是能够吃得很开心 今天无二特工队就特别询问了营养师 告诉大家防胖似策略 怎么办到把时间交给张俊东 好吃吗 好吃 夜市小吃旁拱拱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油腻腻吃下肚 可能最后让你变成肥滋滋吗 夜市小吃吃完了 就是得像这样不断的跑步才能够消耗热量 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都有想吃却又不能不吃 而且是丢不掉也舍不得的夜市小吃好味道 一开始就选择一些油炸啦 然后烤的沾酱很多的口味越吃越重 那你就会越来越想吃东西 包括你就会想要去买一些冰品 想要吃小吃却又怕发胖 第一招既然是相同食材剂的蒸足 取代煎炸焗烤就能避免高热量吃下肚 现在有一些清蒸的豆腐啊 这些东西如果炸的跟清蒸的 它的热量大概又差了一半 夜市小吃里头加工的食品不要吃太多 还有像我们吃面喜欢加酱 还有吃火锅爱喝汤 小心这些动作对你的身体 还有你的小肚肚都是危险动作哦 我们尽量都是吃汤的料 然后汤少喝 因为你喝进去的汤越多 进去的油份跟盐分就多 如果不想吃太多东西 可以把另外一半分给你的朋友吃 所谓一人一半感情较不耍 这样分食的大绝招 也能够让你有效避免摄取过多热量 这里是王一超 张俊仲在台中的采访报道